我们借助这样的天时和地利 师父们点出来 给了我们东北生龙的黄庭点 完全展开 让我们看到了中心心意下功夫的地方 达摩西来无一字 全凭心意下功夫 也就是要降功的心和脾胃的意 后天意先天意加真意 后天心先天心加真心 最后要真心和真意合归 回到心中心那个点上去 让我们找到了黄庭 东北生龙的黄庭点 心中心的位置 当然它是在一个空不空里面 这个空不空在哪里 刚才有人分享了 他到了我们的阿派的时候 然后看到那个盐囱 然后他突然间有一种角兽 他觉得他在 这个什么地方呢 在宁波尔的时候 看到了这个盐囱 实际上我们这个带大家修炼呢 既然是要从你心中的种子去开花结果 所以你的如来种开花结果 就不能用人这样的教人的 人教人的这样很笨的方法去教大家 所以他要突破人的智障 要交到你的心里去 交到你的灵魂伸出去 这个在我们的功夫界叫不言之教 老子的德道经中提到的不言之教 那在佛法中叫心印妙门 就直接在你的镜子上 在你的心上 在你的复印机上 给你搭配过去 copy过去 不是你这个文字知道了多少 功法知道了多少 是你的心和师父相应 心和众生相应 你和搭配心相应 你和菩提心相应的时候 这些高级的东西 直接就copy给你了 不需要你去学习的 不需要你去记忆的 不需要你去背诵的 师父们只向你要一颗心而已 当你真有心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你不知道的 当你没有心 心里面去了 他愣住了 当时景元在他身边 他跟景元说 就是这儿 就是这儿 景元愣住了 就是什么东西 他说我就是在梦境中 我就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楼 小楼前面的这么一片空地 一模不一样 而这次我走的时候 他说师父 三号楼卖不卖 我说暂时不卖 他说我跟你说 我在正面 哪也不买 我就买三号楼 就是我们阿派上面的那个三号楼 我说暂时不卖 将来再说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个人的心 你的心有没有和众生心真正连通 真正连通了 是跨越时间和空间 你没到那个地方 实际上你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颜囱 这个刚才老师讲到的 这个黄庭在阿派这个地方 它到底在哪 它不在一个有形的地方 它就在这个空里面 这颜囱是中空的 底下是一个天坊 你们看底下是黑的 黑的是一个六合体 你们知道伊斯兰曼加朝圣 朝的是一个什么地方 叫天坊的地方 天坊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六合体 是个紫黑色的一个六合体 所以你才知道 伊斯兰教的圣人多么厉害 他早都发现了方寸 这样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回到黄庭里面 找到那点紫黑的 无云蓝天的那个家 才是修行人真正到家了 真正到位了 真心到位了 真正在位的后面 位有个门哗啦把它打开 推过去 让你吞那个口水 我在皇庭讲经的时候 特别强调 第三章为什么叫口违章 为什么要吞唾液下去 随着那一口唾液下去 你的真心真意到了位 从位后面哗啦打开门进去 开两废 两个门事一打开 哗啦从那进去了 刚好在仪藏的上方 脾位的中间的空 那就是黄庭 那就是黄庭 那就是心电 那个地方是空的 空的对应着无云蓝天 当然它就是紫黑的 那个地方是内缘外方 外方外面又是缘 这样不停的内缘外方 内方外缘 不停的这样的 没有办法往小里分界 也没有办法往大里去寻找 因为它大到近虚空变法界 这才是你的无云蓝天 这才是你真正的空性正见 伊斯兰的圣众 他们在《可兰经》中记载着 一辈子你一定要去 无论如何 你要倾家荡产 卖进所有的家财 也要到卖家去朝圣 这是什么 这是他的天客 就是所有伊斯兰教徒的 一生中必须完成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没有太重视 我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现在终于明白 那是你真正的家 谁如能够和去了以后 通过扰 悬 能够你的心 你的真心和那个 它那个天房能够相应 成为一体的话 你就到家了 你从那个点上就回去了 那就是我们黄庭伊点珍 伊点珍的地方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修炼 这个支派 我们也有一个圣殿 你们这一生 记着倾家荡产 也要去这个地方去一次 现在知道在哪了吗 知道了没有 知道了就掌声一下 这张照片上的 这个黑子的这个小房子 底下冒着火的 上面是一个巨型颜囱 连通到天花板的 刚好是个中文的中字 中国的中啊 中间是一个横 横是一个中脉啊 中空的啊 边上是一个六合体啊 这将是我们这个法脉 你们一生成就的天房 也是圣地